這次很感謝李博士又跟我們聊聊天 我會訪問一下他 怎樣用音樂和疲民分析去配合 可以幫助小朋友各方面的潛能發揮 其實上一次我們講到 怎樣用疲民分析去找到學生的特質 就算知道他的問題 可能跟大腦才知道結構的關係 怎樣做呢 很有趣的 原來跟音樂非常密切的關係 可能大家都聽過 大腦在學習的時候 就是細胞和細胞之間產生一些連線 這些連線就是我們的能力 我們在學習 為什麼我們會懂得寫字 為什麼我們會說話呢 就是這些細胞建立了網絡 細胞有多少呢 是基因決定的 網絡有多少呢 就是後天環給他決定的 也就是說 我們有多少的硬碟空間 擺到什麼軟件下去 就是一個這樣的配合 當然 如果 像剛才我們提到的學習障礙那些 你會發現 其實在某些位置的細胞很多 而另一個位置就很少 當那些能力相差那麼遠的時候 某些能力就會拖低整個大腦的表現 而拖低了那個表現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網絡的運作速度 就不夠快 那些腦區那麼強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呢 其實他某一些的感官很強烈 可能音準很厲害的那些小朋友 你很小時候 第一次彈給他聽的那首歌 他聽完就記得彈得翻都可以 是啊 而且很驚喜的 那這些就是他那個 音準的腦區很強 而音準的腦區 是負責記憶的篩選的 就是說 通常音準好的人 記性都好 所以呢 那一類的小朋友 學習就很大優勢了 但是剛巧如果這個腦區弱 其他腦區強 你就會出現現象 篩選記憶的速度很慢 但某些能力很好 所以有時候可能我們就要耐性一點 但是如果這個腦區慢 會影響整體記憶的話 怎樣提升它呢 原來剛才所說的那些細胞連線 其實會產生一些腦電波的頻率 不同的細胞 他們溝通的時候 都是用電子傳送去產生那個記憶的 就是說大腦就不斷很多電線在那裡 互相在那裡傳電 我們都知道其實有電流流過就會產生頻率 所以腦電波就是這些頻率 在德國有一班的科學家 他們就聯同了物理學家 聯同了醫學家 聯同了音樂家 去合作做了一套的工具出來 這套工具就是利用音樂的不同頻率 去做大腦不同位置的腦電波頻率出來 在音樂學習 我想喜歡玩音響的人就會知道 其實喇叭怎麼擺放呢 就決定有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叫做共振點 就是兩個頻率 輸送去到一個位置 兩個同步的頻率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能量 那個位置就開很細聲 那裡都好像環迴立體聲 很精彩的 其實這班科學家 就用了同一個概念 就是找到腦電波的頻率的位置是多少 然後就用不同的音符 不同的樂器 做同樣的頻率出來 當腦電波和這個音樂 撞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大的能量 這個能量就會對那個腦區 很準確地 令到那裡的細胞 得到一些額外的刺激 刺激越多 那些網絡就會做多些 就是說如果大腦分了十個位置 有些地方人手多些 它很自然就會走得快些 但是那些地方小人手的時候 我們透過這個音樂 就可以令到人手雖然不平衡 但是就令到小人手那裡 做事做得快些 你可以這樣幻想的就是 如果旁邊的房子 有十個人做事 他做事就比你快 因為你現在只有五個人而已 那怎樣可以平衡呢 就是令到那五個人的房子 可以做到八個人的事情 那就是說特別去培訓人少的位置 目的就是要來平衡快的腦區 那最終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提升慢的腦區 就會令到快的腦區更大突出 那就是說其實呢 平衡大腦是一個很重要的早期的訓練 而整套音樂做了四十年的臨床實驗 那這裡有本書 其實就是這班科學家 其實做出來的這套音樂的研究 全部都是學術研究 那叫做 Medical Resonance Therapy Music 就是一個醫學的工具 透過產生共振達至治療作用的一套音樂 嘩 很難得啊 那其實它的概念呢 就是一些頻率的計算 將大腦的頻率拆散成為一些個別的頻率 那麼找開音樂的你呢 就會看得很明白的 看得很明白的 是的 尤其是Tune Come 我們會知道那個頻率是多少 疏鬱度啊 高低啊 是的 那個頻率呢 其實呢 可以計算出來的 所以這班科學家 這些德國人呢 就會很準確的 精準度很高 那麼計算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會發現 一些相應的音樂 就會做到那個頻率出來 那就可以達至治療作用 那當然呢 概念就很簡單 但是這班科學家 做了超過100份的臨床報告 哇 這些全部都是臨床報告結論的 summary 真的很有根據 是的 那麼他發現呢 其實它的治療效果呢 準確的頻率 比藥物呢 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這句 這個建議呢 不是他自己 這班科學家自己說的 嗯 其實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呢 對它的一個評價 世界衛生組織呢 很特別提到呢 就是當跟藥物去比較的時候呢 醫學共振音樂 比起傳統的藥物治療 有效四倍 在一些身心壓力症狀的處理裡面呢 尤其明顯一點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透過這些工具呢 就可以達至一些平衡的作用 而他們很有系統的 做到呢 每一個音樂呢 用一個號碼去代替 那這個號碼呢 就告訴我們呢 那個相應的頻率是些什麼呢 其實它代表著 哪一個位置的腦區 舉例啊 這個呢 就是後額頁區 很重要的邏輯思維腦來的 就是那些人計數厲害不厲害呢 其實就在這裡 哇 你知道大部分人呢 對數字都不敏感 計數都不是太厲害的 是的 就是這個腦區呢 其實 很神奇啊 真的 就是這個腦區呢 那個影響來的 那麼它有一個號碼 就是那個 那個腦區相應的那個頻率 那當我們聽過音樂的時候呢 那個腦區的老細胞 就會得到一些額外的刺激 那慢慢呢 就會令到那個腦區的網絡量 就會增加回 那令到網絡量增加回呢 沒有辦法改變到 細胞的數目的 那但是提升了的網絡量 會令到那裡的功能會更好 就好像訓練這樣而已 就算一個 五音不全的人呢 重複訓練呢 慢慢呢 他都會掌握到那個音準是怎樣 音準的能力有高有低 但是 重複學習呢 其實就可以令到那個腦區連結得好些 那透過音樂呢 就可以令到我們這個重複學習更加快 或者呢 我們沒有那麼抗拒用那個腦區的 有時候會 哇 好多謝啊李博士啊 那呢 下次呢 我們呢 就會一起分享一下 做了一些疲民分析 怎樣改善親子的關係的呢 好啊 請留意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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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